伴隨著柱女座的新月 來到農曆八月 太陽及上星天蠍座 自身整體運勢 會如何? 好 趁我們來到農曆七月的水尾 還有少少的mood 我先和你們說一個 鬼故先 天蠍座的朋友 這個是 這個 就是 這個是 以前有一陣子 網上很流行有 細絲極恐的故事 但剛巧這個也是一個鬼故 但是心理方面 聽完很寒的一個東西 我先說了 給你們聽 因為這個遭遇和你們非常有關 不如我打掃一下 我先說一個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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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因為他住元朗的嘛 元朗的白衣人那麼喜歡保護家園 保護元朗過 他也不怕 但怎知道他走著走著 發現後面好像有腳步聲 跟著他 他先走快點 難道是自己疑神疑鬼 但他走快點 後面那個腳步聲 又真的跟得很緊 死了 他心想 糟糕了 就算那些白衣人 找藤跳出來 都應該趕不及了 是不是 那他呢 就靈體一族 就立刻 入了一個公廁 是啦 起碼就是公廁 你入了一個公廁 那個人 都應該不會跟著你啦 OK 假設跟著後面那個人 是 男人 色狼 因為他都 無瑕在背後去看 但怎知道他入了公廁之後 那個腳步聲 都 那麼大膽跟著你 哎呀 糟了 他立刻 扮一聲 入了次隔 就立刻 扮了那道門 OK 這樣就比較安全了 是不是 你也叫做有些左隔 哎呀 糟了 但這個時候 才發覺那個手機沒有電 那怎麼辦呢 我一路在那裡 等等 是啦 在那裡等的途中 哎呀 好像覺得 哎呀 有些門在那裡撞的聲音 是啦 在那裡敲啊 撞的 哎呀 很害怕 他立刻在那裡撞住 是啦 就覺得 哎呀 沒有啦 現在這個門板 是我唯一的 即是那個救生艇 我一定要 即是小死頂著他的 那他在那裡頂著 OK 當然他也有大叫 但是附近就沒什麼人的 OK 但是那個人 好像聽到他開始叫了 即是有些滋難熱去了 那個人 那就 差不多靜了 那這個敏兒 他都 即是這個女生 他有時候他都很機靈 他都會懂得 去探低頭 去看一下 哎呀 那傢伙還在外面呢 OK 那這個時候你以為 哦 是不是探低頭 立刻就看到那個人 四目膠頭 很害怕 不是 哪有那麼容易 讓你猜到 OK 那話說 我去探低頭 咦 看到那雙腳 還在那裡 OK 不過呢 就站遠了 那這個女生就很聰明的 心想 哈 你以為你靜了 想拼我出來 我見到你雙腳站在外面 OK 那我就一直不出門 還有你想一下那個 糟糕的情況 最多 我不是等到明早早 是不是 我不是在那裡吐一晚 等到明早早 日光日白 你怎麼都走 是不是 我怎麼都安全 是不是 好 那他再在那裡等 有時也不時也都看下 就是下面那個門 有沒有雙腳在那 咦 他看了幾次 OK 但不知道看到他第四次 咦 雙腳沒有了 對了 然後他心想 咦 莫非那個人真的走了 到現在都不需要捱到說要明早做了 因為他心理始終好像覺得自己只不過是捱了 兩個小時左右 OK 然後他心想 哎呀 難道安全 但是這個時候 他抬頭一看 原來那個人爬了在上面夾著他 對呀 哼哼哼哼哼哼哼 這個就是第一個故事 但是跟天蠍座是無關的 但是我忽然之間 興氣就去想說這個故事 但是現在我們才來到那個氣獄 亦都是關乎你們天蠍座的心寒的故事 對呀 話說 阿美儀又說阿美儀 剛剛叫什麼叫敏儀呀美儀呀 什麼都好啦 阿儀啦 OK 我想起阿士那個攝影儀 攝影儀 好 阿儀呢 他就跟一大群朋友呢 就去 去 行山 OK 他們是 一群攀雪山的好友來的 OK 是啦 一行就五個人 OK 阿儀呢 他男朋友 然後再加三個朋友 OK 但是阿儀呢 他就是 女生 同行都有另一個女生 但是阿儀 他就比較弱雞 OK 所以話說 臨公頂之前 他們就說 阿儀 不如你留在這裡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公頂 如果不是的話 不如你留在這裡 守回這個大本營 有什麼事你又可以照應 而且怕你體力不至 阿儀都覺得 好啦 因為自己又不是說 好恨好恨去攀上去 其實他都是跟他男朋友一起去玩玩 為了安全他就自己留在這裡 即是 現在他的男朋友 再加一個三條友 即是他們 那裡有四個人 就去攀頂 OK 阿儀就一直在照原地 就經常等他們下來 但是怎知道 等了等了等了 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 OK 還有看到 咦 好像看到上面天地 好像有時候不是那麼好 哎呀糟了 開始有點擔心了 那又是否應該報警 好 他再等了一晚 OK 即是等了一天 OK 到那個夜晚 哇 糟了 他那個男朋友 就這樣 即是自己一個 就這樣跑下去了 OK 即是 回到他那個營 即是現在他們 只有他們這對雙人 OK 那男朋友 就在那兒 跟他 哭喪 在那兒說 哎呀糟了 上面呢 遇到一些暴風雪啊 什麼什麼什麼啊 那三個人呢 磊爛啊 那三個朋友 對啦 但是他說呢 親眼看到那三個朋友呢 就是呢 即是很快就 即是很大的冤屈 OK 就變了做呢 泥鬼 那就說呢 哎呀 他說死了 阿姨 我們要快點走了 但是呢 因為呢 其實他男朋友 下來 即是那時候 都是晚上 是吧 哎呀 他們晚上 他們都 都不是很方便走 就說哎呀 他說哎呀 總之我們現在 度過一宵 我們明早早要趕快離開 要趕快離開 因為說那三個朋友 都變了一些鬼 好像要離開 他們拿他們的命 OK 那同時呢 OK 同時呢 即是他們那晚就在那兒睡覺 OK 阿姨當然都很傷心 因為知道那三個朋友 即是離去 OK 甚至變迷鬼 這個話呢 都有點害怕 那就整晚抱著男朋友睡 OK 但是呢 啊半夢半生之間 那一晚深夜啦 啊 為什麼旁邊好像沒有了人 OK 那不知道他男朋友 去了哪裡了 OK 可能去了歐尿 或什麼都好 但是同時這個時候呢 外面那個形呢 OK 就有一些 有些是在拉開那個 那個鈴的聲音 OK 哇 這個時候 看到那三個朋友 哇 那三個朋友呢 就呢 呃 整面都白了 但是有 好像有一點血跡 什麼都好 紫色 OK 即是 畢竟他們在雪山上 下來 哇 阿姨立刻在那裡大叫 接著那三個朋友說 喂 阿姨 哎 他說 我們三個終於 叫做捱到下來啦 但是呢 但是你男朋友呢 哎呀 糟了 他不幸你爛了 他說 他說我們都沒辦法 我們一定要拋下他 是啦 因為 即是 公上雪山呢 不可以說 同時救另外一個人的 如果不然我們三個都會有事 是啦 但是呢 你男朋友 即是林仔之前呢 就說呢 呃 要你下去陪他呀 OK 他說 那你小心點啦 他說 喂 他說 哎呀 他說 我們快點 我們要到過今晚啦 然後我們就要走了 我們 是的 我們明天早就要走了 他說 我們一定要快點下山 還有 他說 哎 他說你小心 你男朋友呀 他說 他死之前就說 哎 我一定要他移下來陪我 OK 這個時候 那個男朋友 都在外面回來這個營 那你喊喊你怎麼算 你相信誰好呢 喏 天記座朋友 這個就是你們農曆八月 要去 即是考驗你們的課題啦 喏 你們說是不是很正呢 聽我塔專旅人 聽我塔專旅人星座運勢 竟然有鬼故聽 是不是 我是不是說得幾好 OK 好了 喏 原來就是這樣的 你們呢 這個農曆八月那個主題 就是人際關係 OK 就不是工作呀 不是什麼愛情那些 OK 全部都是人際關係 那麼呢 最麻煩就是 你會夾在兩個派對裡面 做磨心 是的 然後他們就互相攻佛 一邊講人話 另一邊講鬼話 就是這樣 你究竟信誰好呢 那這樣東西呢 是會搞到你非常之頭痕的 還有兩邊都可能是想拉攏你 OK 或者真的兩邊都在互數對方 說話 那這個時候你究竟怎麼辦呢 沒有的 你唯一是可以靠你們自己的直覺去做一個判斷 OK 因為兩方面講的都講到是刺塵陣這樣 那你 就是你不可以說 拜這一邊的訊息 又不拜另一邊的訊息 OK 那這個時候唯有靠直覺 或者如果你真的很想的話 你就去做占卜 就是如果這兩方面的人際對你 是很有非常之大的影響力 那你就去做一個占卜 看看你應該是靠哪一邊 OK 所以基本上 這個 這個宇宙會發生一些這樣的事 還有告訴你 因為我們看回這個星圖 就是這次的新月圖 對 啊 我從頭到尾 我一開始 我是不是說半場絕圈 是新月 我不是說滿月 對 是新月 總之是新月圖 初一 初一就是新月 對 因為原來同時在這個圖片裡 就牽涉了 逆行的天王星 和逆行的冥王星 所以 原來 在這些朋友 捉扯之中 矛盾之中 你在做一個磨心 原來這些朋友 它 是一些 旧宇宙的朋友 不斷跑回來給我 尤其是 即時 小時候 又到尾聲裡 會 所以是一些 旧的朋友 不斷跑回來 不斷跑回來 阿 當然 你明白嗎 當你無端見到一個中學同學 見面就聊天 他先跟你說你一直在聯絡的壞話 然後跟你一直在聯絡的中同 就說我之前在街上見到一個很久沒見的中同 他一說這個熟的中同就在那裡說 忽然間碰到那個中同的壞話 究竟你想哪個好呢 這個時候他們兩個都好像發功 都好像想拉攏你 那你究竟怎麼辦 所以他可以是一些舊的人 還有一些新式的朋友都可以 一些完全出現新式的朋友 都會捲你入這些漩渦 甚至真的很簡單 加起來了兩方面的能量 真是一些你舊時不是很熟悉的人 但他忽然之間新 變得你很友善的人 又舊又新 所以這種朋友的能量 是可以是 是 怎樣說 他未必是完全新或是完全老 總之是很奇怪 所以這就是這次新月圖的一個調解之處 就會令到你那個人 就是非常頭癢的天傑的朋友 龍力百語的故事就說到這裡 來到這個時候 我想有個解答 因為話說不知道多久之前 我記得好像是天傑座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朋友 就說 有一個粉絲 觀眾 什麼都好 就說 我當時不知道說什麼 可能是說工作 他就說 工作就是這樣的感情 總之在這些星圖裡面 我見什麼說什麼 當然 每一個人 他人生可以有很多範疇 可以有工作 有人債 有愛情 有錢財 但是我只會說 見到一些最大的能量 而我就不會喜歡大包圍 因為我說了這麼多 minor的事情 但最後有沒有發生 有什麼位呢 你明白嗎 所以我就不像一些坊間 可能有其他的星座運石 就很喜歡跟你說 你們感情就會怎樣 你們工作就會怎樣 你們錢財就會怎樣 這些全部都有大包圍 我不要說大包圍 但他們什麼都跟你說了 但如果有九成的這些東西 其實根本不中 其實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我說過這些東西 其實是因為他那個中的機會很高 因為看到這裡的星象是非常之強的 甚至你說 哎呀不是喔 其實我這個月有沒有發生這件事 那可能你那個盤 有些分析的因素去射走這個能量 或者你說 哎呀我愛情出現一些很大的東西 我結婚 那為什麼你不說 那不是每個天傑都結婚 OK 那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 好 那基本上今期的星雲講完了 Bye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子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即是就算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什麼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